大家好 今天老公又带我去吃奇怪怪的北京美食 今天这个不奇怪 真的是美食 都一处的烧卖 特别有名 做烧卖全北京最好 烧卖是个少吃吧 不光有烧卖 据说都一处是乾隆白菜的起源亭 乾隆白菜也是北京的美食 这个算是凉菜吧 乾门大街是北京著名的商业街 其中的鲜鱼口更是汇集了众多老字号 老北京烤鸭 老北京涮肉 老北京爆肚 老北京炉煮 老北京炸酱面 老北京酸奶 老北京星巴克 老北京喜茶 都是有着悠久的历史 今儿带着咱老北京媳妇 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美食 到了 要坐电梯 到到到 说话这位是宇哥 对老北京的民俗很有了解 吃饭的时候经常欧宇 冬哥 我跟我媳妇一块儿来吃点 哎呦 太巧了这个 我再跟你们吃一顿 那一块儿吃吧 有人听不懂了 互相叫歌 到底谁岁数大 不重要 正所谓见面都叫歌 友情不翻车 点吧啊 传统的 传统的肯定得来 羊肉的 过去这个烧麦是从内蒙团过来的 最早是牛羊肉 乾隆白菜 这看得不退 这个鲜肉 它可会跳海 哈哈哈 我点的最贵是不是 对 知道它的风格了 明白明白 我闺女也是 就是点菜的时候从来不看价钱 她点一个一定是这里头最贵的 咱就说好了 吃饭吃饭不许吵架 不许摔萌 人家这门挺贵的 这两个菜都是都一处最早的时候也就是乾隆年间开业的时候有的这个菜传说了 咱不知道真的假的 很多故事都是传说 全国可能得有好几百家餐厅都跟乾隆有关系 对对对对 都说乾隆当年威夫斯坊来过 对对对对 说是一个除夕夜出去了 所有的店都关了 大年三十嘛 对对对对 就这个老板没过年 乾隆这个带着人威夫斯坊饿呀 到这个饭锅有什么吃的吗 人老板当时主营这个马铃肉卖点酒 过去是一酒坨 说还有什么呀 还有剩白菜怎么办呢 把这菜叶撕个撕吧 拿这个芝麻酱祸上蜂蜜给拌着 乾隆吃了以后真不错 一拍桌子 嘿 盖了帽了我的老baby 那我赏你一名吧 因为其他都关了啊 就这么一处开着 所以叫都一处 叫京都 第一处 第一处理的这么一个 对 老板确实没当回事 过两天 太监就给送一块饼 就这么一个由来 得吃了 得吃了 以后这吃饭之家 还得先上课 咋受得了是吧 咱们可说好了 这乾隆白菜是凉菜 好吃凉凉 嗯 好吃 芝麻酱加蜂蜜 搁点芝麻 香甜爽脆 这边上是啥呀 肉皮冻啊 好吃 乾隆白菜做的时候 有这么一讲究 千万不能让它出水 用的都是印 没拿刀切 撕的 可以家里做 撕的出了这个事以后啊 一堆博主 叫做乾隆白菜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北京到底是不是美食荒漠啊 但是韩国人也觉得首度美食不是很多 各个城市的美食都到首尔那边 没有一个自己特色的那种美食 首尔没什么可吃的 我们也是这么说 很多好人也没过来 过来有点改良了 北京是六朝古都 你要说它是美食荒漠 确实不应该是 只不过就是说它作为首尔 它会融合很多东西 咱们说 檀家菜 是以广东菜为基础 融合到北京 它就变成了北京菜 但是你在当地已经找到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按北京菜 包括咱们那天吃的鲁竹火上 酥造肉 江苏的厨子做的 它也是北京菜 很多事物 它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有很多这个节点 改良一下 到这融合一下 可能过了多少年之后 原来那个地方都没有了 在我这已经成了一个新的东西了 最后一对比 发现跟原来的可能不是一个东西了 咱们这烧麦就特别简单 猪肉的 这是羊肉的 蟹黄的 这个是北京的 这是内蒙的 这是江苏的 只能这么说 皮儿这个东西是烫面烧卖 包子是发面 发面子起来以后特别鲜舞 烫面子皮儿很薄 薄如蝉翼 所以吃起来口感它是不一样 先吃个传统的吧 太好吃了 皮儿擀的时候就是中间厚 周围都是薄的 搁上馅儿一钻 韩国人觉得这都是那种饺子的风格 中国人凡是元宝型的叫饺子 元型的就叫包子 这给它捏死了 捏不死 完了又烫点 就是烧开 尝尝羊肉的 而且羊肉的味道好香啊 尝尝这最贵的蟹黄 特别嫩 海鲜的味道很重 很丰富 蟹黄味儿挺浓的 好吃 但是如果要是花100多块钱 跟这个比 我还是觉得传统的好 这个有多少钱来点 网友们猜猜我们这顿饭多少钱 弹幕 蟹黄是128 6个一体真是可血黄 都一处的烧麦历来价格就很贵 他们价贵的 一体咱们得四五十块钱就普通的 差不多 对我觉得还挺便宜的 咱们这么好吃 20多年前这个烧麦也不便宜 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30多年 而且毕竟老四号 这就是山东味儿 腌台青岛 它那个海鲜包的馅儿就是这个味儿 不过挺好吃的 我再来一个 我觉得比较是不错的 你们都吃蒜汁了 我觉得也吃点了 要不然我就受不了你们的味儿 吃饭的时候 这一桌人有一个吃蒜 大家都给吃蒜 要不然都别吃 不吃那个是最痛的 确实是这么回事 蒜汁也行 我吃饭了 你摆这四个蛋糕 跟你们家Kiyomi一人俩 你还是不了解我们家的家庭地位 跟Kiyomi一块我分不着俩 不过这个传说 就是传说当朝的皇帝 他的爱吃什么的口味 什么的能跟民间的老百姓说吗 不能 在过去的时候皇上吃饭 不允许一个菜吃两口 我爱吃这个菜 我也不能多吃 多吃的话会被别人知道 会有人在这菜里投赌 那是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皇上要吃饭了 那有一个人就先一个一个多尝一尝 艳毒啊 试菜这个确实是有 虎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头 心过这个事 聊到这儿了 我看咱们这个标准啊 以后得提高了 这儿马上要去吃宫廷菜了是吧 现在北京的宫廷菜是粉扇 是 但是据说呀 皇上吃了以后 能把这些厨子全砍了 二十多年前吃过 那时候还行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那时候啊 肚子里油水少 吃什么都香 现在的好吃的见多了 也有这种 再加上这二年呢 可能北京美食 是不是荒谬咱们说 但是北京这个地方 它肯定不是美食荒谬 那全国什么好吃的 都在北京有点 所以呢 你就吃的也多了 就不觉得那个 二十年前小时候那个香的 那过去那个宫廷菜好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听说嘛 大家也没吃过呀 什么人最美 叫一想之美 什么东西好吃 就是树上写的这个最好吃 你没吃过 它怎么描写 网上做一些小典籍什么的还行 典籍做得好 这个也应该是有历史的 因为清朝的皇家 他只吃两顿饭 上午一顿 下午一顿 好 谢谢 谢谢 咱们这自己做的奶酪 这几甜点有 豆腐糕的感觉 早上大概十点多吃 下午一顿呢 是两点到三点吃 跟我们差不多 要不这个 河东正家族啊 偷起的人啊 对呀 下午一顿之后 到晚上他也饿呀 怎么办呢 就是点心 现在在民间最流行的 纯饭族的点 应该是三点吧 感谢各位网友啊 点赞投币三连 一高兴雨哥下回 还陪我们一块吃 谢谢 安哟